三藩市 新美国传媒 少数族裔的美联社 新美国传媒New American Media从20年前在三藩市创立 到现在发展成为全国的少数族裔媒体机构 当时创始人之一的Sandy Close没有想到 1996年在三藩市中餐馆 几十个少数族裔新闻工作者的聚会 会激发出一个创意 成立了为少数族裔新闻工作者服务的机构 这个发现对当时来说是非常突破 当时人们都很感激 这就成立了《新美国传媒》的《新美国传媒》就这样诞生 而且还一直持续运行超过20年 那天我们也认为这是美国传媒体重要的一部分 它需要更加显现 它真的会更加增加我们的新闻和讯息 如果我们能够再加上这些故事的一部分 雖然現在很多主流的新聞媒體都面對著不同的挑戰 不過Sandy就表示越來越多活躍的移民 會令少數續約的新聞更加有用 目前擔任總監的Audette Kiley 負責統籌現在新美國傳媒的項目 包括如何組織政客和專家 為新聞媒體提供更多更專業的資訊 令媒體的報導更加充實 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 之後媒體的光信力更加強 聲媒更加有力量 而這些都是一個未來努力的目標 天下衛視記者 呂健錦報道